哎呦 柳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也是特殊地圖 好 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兩人開局就在隔壁啦 這怎麼近的距離 而且出名書也是從山村開始喔 黑暗時代 然後這邊一開始就想要搞人家的路 結果這邊直接暴打一波 哇 怎麼開局就把他當黑森林在玩是不是 那這個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稍微播一播看喔 看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這開局又在隔壁喔 這個設施 挺特別的 看到這邊的資源量 其實跟阿拉伯 跟黑森林其實蠻相似的 這邊想要偷一隻豬 有機會嗎 卡住 哇 結果野豬直接被紅方射死 哇 割了這邊的肉 可能就會少一點了 這邊想要直接圍住這個地方 讓這邊終於回不去 但這邊直接卡位 但是來不及用這隻肉馬卡位 三隻肉馬直接被隔離起來 但這邊可能要損失一村 第二村可能也要被損失掉了嗎 這裡繼續蓋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打一下 所以要再補一個木牆喔 好 村民直接開扁 哇 又死一村 藍方哥德好像有點慘 以免可以瞬間點織布的文明喔 但卻被打爆了 雖然立陶人這邊也是點了織布 但後面村民一直有在罩喔 好 雖然圍了起來 但最後也被打破這個木牆了 看起來哥德這邊損失有點慘重 開局死了兩村 而且還有斷村的樣子 斷了一分多鐘 那立陶人這邊是完全沒斷村 哈哈 這個距離真的是近到一個不行喔 這邊又想再圍一下嗎 這邊再圍一下 你要確定耶 這個圍不起來就尷尬了 OK 村民再次暴打一波 好 這裡想要圍 但是不給圍 非常想要阻止立陶人吃這個野豬 再繼續打 哥德很硬要 有點硬要過頭 這個地圖真的是小到一個不小 再一看就可以看完整個地圖了 那這個生物分布也是相當不便宜 左右邊是三個生物 左邊是一個生物 直接心態炸力了吧 好 這裡有一村要被拿下 哇 死地三村了嗎 哇 看起來是 好 那這一村 為什麼不用自己的肉碼去撿呢 不太懂 哇 結果又被打破 我是哥德爾 我現在就已經跳得更了 沒心態啦 自己被殺了三村 只拿到對方一村 然後這頭野豬又被人家幹走 沒了 心態真的是沒了 好 厲害 這邊拿到經濟優勢之後 開始也圍了一下正面 還要秀一下房子喔 好 這裡拉了四隻村民 繼續暴打 這個是要幹嘛呢 好 右邊看起來野豬也可以吃乾淨了 好 右邊看起來野豬也可以吃乾淨了 目前哥德爾 這個野豬吃得滿開心的 但是立陶宛這邊肉量是更多一些些的 稍微看一下喔 兩邊會打得如何 這個 這個哥德爾感覺不太會玩耶 是我的錯覺喔 感覺對四季立國沒有很熟耶 怎麼會拿村民去扁這個房子 他連封建實在都沒有升上去 也不肯打工 就算打破這個房子 對 這個 就有點怪怪的 但我覺得蠻特別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這種的 特殊地圖的影片 這邊跟一般我們的頻道影片類型 可能會有點相差甚遠 但我覺得凡事都要嘗試播播看 好 這邊也補了一個房子 意義不明 想要阻止對手進來的意思 好 家裡的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但是村民宿已經落後非常多了 哥德爾這邊斷肉斷太慘了 兩分多鐘都沒有升級村民 立陶宛這邊村民宿是直接領先了大約六村左右 而且裡面還有三聖物 但還好這張地圖 這個石頭的部分都在哥德這邊 所以哥德爾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打一個塔弓喔 封鎖石頭 然後逼迫立陶宛這邊 花黃金喔 去買石頭 好 上面還有一個 設物在這個很尷尬的位置 好 那兩邊準備點下了封建十代 好 結果塔弓的是立陶宛 你沒有石頭卻要塔弓 有趣了 趕快下個四級吧 冰宮塔先下 待會再下個四級 這邊支援 可以點城堡囉 好 這邊哥德爾還在努力回家 哇 射掉了三隻羊阿 哇 三百肉瞬間蒸發 哥德爾這邊血灰 好 看不懂他們說什麼 好 這邊終於升到封建十代的哥德爾 也要打算插箭塔嗎 但要插箭塔 遇到這種情況要插邊邊角角 然後拉四到五村去蓋會更好 好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四級 但這邊立陶宛也是想要去進攻 但由於他這個地區沒有石頭的關係 一定要到前面挖石頭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拉了上億人來蓋房子 是這樣 房價太貴 要這麼多人來蓋房子就對了 好 他城堡了 投車出來 砸一砸 遊戲結束 哥德爾也想要直扯 但他這個肉量不太夠 哇 這兩個箭塔直接封鎖經濟 好 這邊蓋這個箭塔還死了幾村 三村被射死 哥德爾看起來 剩下為良 OK 立陶宛這邊二級色已經好了 投石車等個支援 好 可以按了 哇 結果哥德爾的唯一優勢 石頭全部被控住 OK 投石車按了一台 好 還有差二十肉 就可以點下 城堡時代的升級囉 結果這裡有死一村 唉唷 死了好多村喔 OK 但是 他沒有兵工廠 哇靠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隊友的戲不太熟 升級 vice有點多啊 被打得有點慌 好 投石車出來 開砸 應該是沒救了 好靠 這個還可以直接找到城堂中心 太慘啦 哥德爾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該出什麼了 好 補一個修道院 撿個聖物 立陶宛毫不留情 瘋狂往前 這兩位玩家分數差距應該是蠻大的喔 看觀念 可以感受得出來 這個實力差距有點明顯 但立陶宛這邊也是斷肉 斷肉斷了很久 斷了四分鐘 好像又怪怪的喔 這裡怎麼又平衡了 來得及升上去嗎 945 來不及 升上去了 好 你升到城堡時代 你就結束了嗎 你要怎麼反制 想一下想一下 對方的老頭 好 肉馬要死去 偷死車過來 GG OK 他的目標就只是上城堡 上完城堡就明他的事了 GG 兩台偷死車 哇喔 哥德爾出了一隻肉馬 就是原本那一隻喔 稍微看一下經濟喔 KD比率12 1比12是不是 一個單位可以打12隻村民 太猛了 太猛了 智能量全部屌虐 看起來這個比賽喔 算是 算是蠻特別啦 但是 有些觀眾會喜歡喔 有些可能會不太喜歡 那我們就都嘗試撥撥看喔 那希望也會大家喔 會喜歡這部影片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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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幫忙 我們確實上來喔 掰掰 還有幫忙